设计与美学能为经济与产业带来更高附加价值 台湾能如何注入设计的力量与内涵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继一为您独家解析 更多辛辣的提问关我什么事通通说给你听 今天很高兴要请到院长 我们只要说台湾设计研究院是在2020年成立的 院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设计研究院在做什么 台湾设计研究院是配合国家整体的战略策略 我们台湾设计研究院是2020年2月升格 由原来的台湾创业设计中心升格为台湾设计研究院 之前台湾创业设计中心已经17年了 带着台湾的产业有很多的发展 蔡总统认为在2020年国家有一个新的战略计划 是希望能够全面推动台湾的软实力 所以把文化内容测经院在文化部内成立了 另外在经济部我们原来就有台湾创业设计中心17年 直接升格为台湾设计研究院 所以蔡总统说这是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双引擎 那我们那个设计研院的业务范畴包括哪些 台湾设计研究院基本上是用设计来带动台湾的 第一个是叫做设计产业的发展 那尤其是在企业面的创新 那台湾过去有很多的很好的制造业 跟着国际的这个潮流的发展 我们需要走到更前端 有品牌有能够做定规格的设计能力 所以第一块就是产业的设计 那第二块是工部门的服务的创新 那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工部门以往比较少创新 那设计当作是一个公共服务创新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们第二块是叫做公共服务创新 那第三块是叫社会创新 那台湾有各种新的社会的议题 需要去解决 需要去克服 那设计当作是一个整合的一种平台 可以找对问题提出一个相对好的方式 可以带动社会的创新 所以就简单讲 社会议员成立的价值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企业的创新 公部门的公共服务的创新 跟社会的创新 那大概我们成立到目前五年了 我们的确做出也很多亮眼的成绩 我们在成立的第一年 2020年我们是二月成立 升格成立 9月2号我就有机会进总统府 领到总统创新奖 那第一届是工研院 第二届是台积电 第三届是台达电 那以往台湾都是这种科技产业 这种科学 带动台湾的整体发展的价值 那我们是第四届唯一的团体奖得主 那代表着我们软实力 未来有机会在台湾这块土地 带动各种多元的跨领域的发展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多元跨预整合的时代来了 那设计的确能够找出台湾未来能够发展的一些新的契机 去跨领域去做创新 那如果说落到很清楚的个案来讲 我们大概在四年也跟很多部会有合作 不只是我们直属的经济部 包括教育部有学美美学 我们到目前已经改了102所学校 让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是学习的空间 那另外我们也跟交通相关的部会 跟单位我们改捷运 改航港局的船运的品牌 运具跟它的整体的规范 还包括路上的交通 巴士北花线 台北到花莲的这个乘坐的系统 那也有包括很多工部门的各种服务的创新 我们都有机会做参与 就是我们社研院有在主办那个经典设计奖 跟台湾设计展 那还有像是那个农业部 他们其实农民要产销外销 这个包装的部分 其实那个社研院有在接洽这样子 台湾设计研究院相关有几个比较长期的在耕耘的 那第一个就是台湾有一个我们称作第四经 那马上就要金马奖要颁奖了 所以台湾有金马奖 金曲奖跟金松奖 那台湾除了这三经以外 我们还有第四经叫经典设计奖 那经典设计奖是设计的国际的最高的在台湾的奖项 那我们转型为国际奖项已经十年了 那去年我们有来自国际22个国家 将近5000件作品来投建 那我们希望透过平面设计 产品设计 空间设计 跟跨领域的设计 那尤其最近又有我们重视的社会设计跟永续设计 透过这样的一个奖项来彰显设计的价值 那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还有办理台湾设计展 那每一年我们都跟一个地方政府合作 透过设计展的这个平台 来呈现每一个城市都有机会 透过设计来让这个城市更美 更创新 那今年刚好是台湾400 所以我们台南也刚办完台湾设计展 那成功的带动了将近400多万的人流 台湾400的一个最后的年底 我们带出一个台南的 面对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跟走向 那另外农业部那边 我们有台湾的很多非常优秀的农产品 那台湾设计研究院也跟农委会 现在农业部合作了十几年 我们有一个TGA计划 叫台湾Good Agriculture 那台湾这些好的农产品 要让它的价值更高 所以透过好的品牌的定位 logo的设计包装的设计 包括电商的平台 让台湾的这些农产品 不只农产品好 我们还会讲出台湾土地的故事 台湾的农业的故事 所以让这些台湾的好的农产品 可以透过设计的价值 让它可以进入到国际的高价的市场上 听说部长你刚去日本跟美国回来 然后听说好像有什么好消息 刚办完台湾设计展之后 有机会到日本去 日本今年第一次有机会 邀请台湾的建筑师在日本展出 所以是台南建筑三年展 那今年是在日本先台media tech 所以台湾也过去了 大概80多位优秀的建筑师 把他们作品在那里做呈现 跟日本的建筑师做交流 那日本那边也有日本的建筑师 把东北地区的建筑 做一些交流 那我很荣幸受邀去当Kino Speaker 把台湾的建筑的这几年的发展 跟在地的日本的朋友们 做一些交流 那之后我就有机会飞到美国去 那美国的森迪亚哥城市 今年是世界设计之都 World Design Capital 每两年全球会选出一个城市 举办世界设计之都 那一整年他们有一整年的设计活动 那台北市也办过2016世界设计之都 所以今年2024年世界设计之都 是在美国的森迪亚哥跟墨西哥的 另外一个城市叫提湾娜 那两城共同来主办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平台 我们进入到那个平台里面 去发表台湾设计这几年的一些亮眼的成果 那顺便我们也跟国际有几个重要的组织 跟学校签订MOU 我们跟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组织 签订合作的共同意向书 那另外也跟美国森迪亚哥大学 还有另外三个研究机构签订 未来要共同合作跨国 去做一些设计的研究 或者专案 让设计能够导入城市 让城市变得更有竞争力 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